其实我一直有一点犹豫 我一直在想我什么时候撤开 撤离开这个地方 我觉得我的人生还有一些别的想法 就那本来不在我的人生路上面 我的身体有关 就是我2000年开过一个大刀 我觉得胸椎长了一个三公分肿瘤 对我开完怎么左脚走路都有 右脚 然后我那个病单 我9年都找不到原因 找不到原因 然后我一直到了 阿扁是2000年选总统 我都跑那一年 我大概整个身体就有点垮掉 本来走路 所有人看到之后你不正常 不正常 然后一个朋友 就是以前阿扁的办公室的主任 就是那个陈慧佑 跟我说保健你这样不行 我帮你找个医生 我说我找好久都找不到 找不到病因 找不到病因 也就是没力对不对 右脚完全 我大概右脚整举10公分 那会慌 对你这么sensitive 这么敏感的人 但是你无可奈何 你知道你就无可奈何 那无可奈何 他就介绍我去 那个星光 很好 我就找到连立民医师 那连立民医师一看我 一般一般的教长讲 就是这个坐骨神经痛 坐骨神经痒 腰椎 他就跟我说 你局的确是神经问题 因为叫我眼睛闭着 我就一直晃 然后他就说你神经的确有问题 然后说叫胸椎 我说我是腿的问题 怎么会是胸椎 他说我觉得你可能是胸椎有问题 所以那个礼拜就把我拍了 照了这个MRI 照什么东西 然后他就跟我 我礼拜三去看他 下礼拜三就做完报告了 他就跟我说这是我看到最好的结果 有一个肿瘤 我说我以为是一个肿瘤 是个好结果吗 他说对 因为肿瘤可以解决 我大概胸椎第七节 整个拉掉 本来是叫我 可是你知道这种开完刀 然后因为长期受伤 其实我走路都有问题 然后我比如说过红绿灯 我只要看到黄灯我就停了 我没有办法跑 我没有办法跑过这个马路 早上基本上是他开始送我上班 OK 开车送我上班的时间 就是他的时间 他就开始对他很多的发表 他对你很多发表 他的时间 那是他的时间 OK 他的时间就这样讲 讲完就算了 OK 保洁现在60岁了 做了16年代壮的节目 然后几乎是无休 星期到星期五 那你这个跟家人这个休假 你有没有长休假的状况 我的小我不太讲 其实我从开始工作开始 我基本上我出国各方面都是 我没有修长家 对到现在都没有修长家 我记得 都很少 都很少 然后我我们家小朋友 也从来没有出过国 他们没有应该这样 他们到现在都出国 当然 我儿子现在在英国念书 对 他们出国都是自己出去 我没有带过他们出国 从小啊 从小 因为我 那你老婆带 我老婆也没带 他们 我们家 真的假的 我们家其实很少 我们家就是六日 然后呢 就是 就放假的时候 就是吃饭 或者是 就在家聊天 我儿子干嘛 我就 小孩子干嘛 我就跟他讲 他讲什么事 他说 我小时候你不管我 你现在管我干嘛 两个做记者的孩子 对 这是一个很 很棒的报道 后来你发现 你也管不了他 因为他在很小的时候 你也没有时间理他嘛 我以前跟我女儿的关系 非常恶劣 我后来有一天是 我女儿长大了嘛 我还是比他上来脾气 有一天我火大了 我就要说 你给我滚出去 他多大 他20出 24 5岁吧 你胆太大了 宝洁 后来呢 我就把他骂完 他就说 好 就要搬上去 那我们这山上 有个小房子嘛 这个20坪左右的 把他装潢好 我想不对 然后我想一个人住这边 会危险 我突然感觉到 我女儿站会危险 突然觉得好像大了 危险 我说你不要搬上去 不好意思 他就说他搬上去 后来我就跟一些朋友聊 他们就觉得说 好像只有我这个爸爸 对女儿这么凶 我就跟我女儿道歉 后来就说 对 被罢错了 然后呢 我给你道歉 道歉不难吧 对你来讲 对孩子道歉不难 但我从来没道过歉 没有对谁道过歉 也对 也没对他道过歉 然后道歉完了 完了完了 他从开始骑到我头上了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待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